接受到那個數據,然後去層次裡面看,亂聽說 有到,你看 那我看我們就一邊開始說啦 我們就一邊DEMO,一邊開始上課啦 那這個熱高紀錄,剛剛小老師講那個三萬塊,那個是NFT 它的層次比較難,好像Squage好像也不能直接控制 那那個東西要用它裡面附的程式,或者是那個APP Inventor 去控制 那那個就比較難 那我們Squage可以做的就是,它熱高裡面最便宜的就是S5800 它兩個增設器,一個是距離,一個是傾斜 兩個增設器,一個馬達 那像這個做出來的,這個是咬人鱷魚 然後它就是透過,它嘴巴會放一個距離增設器 然後馬達在後面,控制那個嘴巴的開關 那只要我趨近到這個距離的時候,它嘴巴就會動起來 所以你放下去,手放進去也會被咬到 然後我程式裡面有設計 這個就會看一下 其實不難齁,就這些而已 程式就,所有程式就是這些而已 你那個熱高機木USB抄到電腦之後 它這邊跟馬達有關的機木就跑出來 你就可以用這個來控制馬達 所以很簡單,你要控制馬達很簡單就是 你要決定它的方向,逆時針來順時針 然後馬達動力給多少 然後你要給它運轉幾秒鐘 就這樣簡單的設定而已 那其他就是我們一般Squage裡面的程式控制 這個是用距離偵測器來偵測 偵測那個嘴巴要不要卡起來 有沒有東西經過的 那至於剛剛那個音效就自己錄了 馬達動力就能夠分出嗎? 就是它出力出多少? 然後那一下 它0到100,100是最快最大力 那0就是沒力 所以你可以去控制那個馬達出力的程度 它越高就轉得越快 它力量越大 它是類似附近馬達 對,我就是 偵測到距離 如果小於比如說30的時候 我就讓它馬達力指針走 它就會靠起來齁 然後0.3秒 就再把它上掉 它就會慢慢 它就會慢慢 後面帶動的東西多重 如果很重的話 你可能會動不了 或者很慢很慢 好,這個是鱷魚的部分 好,我們換一個其他的 來,各位等一下有興趣可以 拿去接一下你的電腦 然後Squish 這個馬達的地方會跑出來 那你可以去試試看它 讓它去轉 隨便你轉都沒有關係 那這個本來是起重機 那這個比較特殊 我做了一點特殊的處理 各位現在看到這個程式 它是最簡單的 它是 我直接用鍵盤的上移下移 直接用鍵盤的上移 這是下 然後我按上的時候它就上 我按空白鍵它就停止 這是最基礎的 所以你可以看到那個程式很簡單 只有偵測上的按鍵跟下的按鍵 然後馬達要開速直針直直針 就這樣子而已 那我現在換一個進階版的齁 好,各位玩過Connect對不對 有沒有玩過Connect Sbox Connect 有沒有玩過Wi 你看這一台 你看這一台 有沒有很神奇耶 你看我這一台 也可以媲美那個Connect 這邊有一個距離偵測器 上 所以我這樣可以去 網路上不是有個變魔術的嗎 那個電梯門明明知道門會開 他就故意在那邊做動作 我這樣可以去做這個事情 然後你看它程式就稍微複雜 因為它要判斷 判斷你那個切進去的距離的值 然後它看你是往下減還是往上加 所以它程式會稍微有一點複雜 所以它程式會稍微有一點複雜 好,就這樣 好吧,玩一玩一 欸,偵測器在這邊 偵測器在這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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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它的範圍大概是這裡可以偵測 偵測 它就是一個打出去一個收回來 反射然後收回來 它就知道距離多遠 好,這個蠻spectial 我看往後上還沒有人做 這個可以算我的得意之助 好,然後我們再看其他的 然後這個其實 因為WeDo它如果要用Squatch控制的話 它比較麻煩的一點就是 它一次只能接兩個 就是三個元件裡面它一次只能用兩個 所以我現在有接一個馬達 然後我再接一個這個是距離 它如果接三個它不會動 我現在接的是馬達跟距離 然後我去開我的層次 各位其實都可以看到 距離控制 程式其實都蠻簡單的 好,就那麼簡單 那我執行一下 距離偵測器在這邊 我如果很靠近 那個聲音就發生是你的規矩程式裡面介紹的 裡面帶出來的 所以你音高可以不一樣 你距離多遠那個聲音高低就不一樣 所以你這個部分你可以拿來做那個通緝喇叭 將來你去街頭演奏的時候 你手在那邊動 就會有聲音跑出來 人家就會給錢 我們就可以當街頭藝人 那不管你要弄鋼琴還是弄什麼手工琴 電腦裡面 Squatch裡面都有各種樂器 都可以選 然後我順便就是把這個距離的遠近 拿來偵測作為馬達的輸出動力 所以你距離如果越遠的話 馬達會轉越快 越近的話它就越慢 越快越慢 所以它可以調整出力的程度 這是藉由距離偵測器來控制馬達的動力 這樣 那我再來看另外一個 那我把這個距離偵測器拔掉 然後我把這個傾斜偵測器插上去 好 那這個 因為它有傾斜偵測器它有五個方向 0就是水平 1就是往前面往下 2就是後面往上 然後右左 2跟4 所以你只要分別偵測 它是哪一個方向 然後你就可以做你的想要的動作 所以我可以把它拿來當作一個遙控器 好 你看這個是一個遙控器 樂高積木的好處就是你可以這樣自由組裝 這個部分沒有說明書 所以我昨天也研究了很痛苦 到底要怎麼樣讓它可以前後又左右 然後你可以看到我往前偵測 一個是 一個是變慢 一個是變快 兩個出力不一樣 然後往左邊一個是順時針 一個是逆時針 所以小朋友他可以有很多的創意 去玩他自己想玩的東西 那甚至配合他的遊戲 他做一個遊戲 然後把這個就當作搖桿 也是OK的 或者你可以配合一些其他音響的控制 什麼都可以 所以這個是 微度的部分 它雖然5800塊 可是小朋友很容易可以上手 程式又那麼簡單 然後就算你沒有這個 你還是可以做電動玩具 做動畫 做電子書 只用這個軟體 純軟體 好 然後如果這個玩過了 它有點 有點基礎了 我們就可以跳到 那個Aduro的部分 那Aduro的部分 這個部分等一下我會 介紹 就是稍微 我先demo那個東西 然後再帶各位安裝一下 在Windows下面要怎麼用 因為蕭老師 我們平常社群在做的時候 是直接在EasyCode裡